潘田海贼王中出现的八颗拳拳果实 1.拳拳果实 拉长狗形态 使用者为拉苏 被加防克通过研究之后 将一把非常普通的武器与拳拳果实进行结合 之后没有生命的武器变身成为拉长狗 拥有自我意识的同时还能够打出成功的输出 2.拳拳果实 狐狼形态 使用者为加卡 加卡是阿拉巴斯坦两大守护神之一 变身成为狐狼形态后 他本人获得了极快的速度 体型略为变大的同时 依然也得到了成倍提升 3.拳拳果实 狼形态 使用者为加布拉 作为CP9的成员之一 加布拉的倒立值是2180 在CP9中排行第三 他是CP9成员中唯一一个能在铁块状态下 也可自由出招的铁块拳法使用者 加布拉变身之后获得了肉食性动物的凶暴和狡诈 巨大的体型加上强壮的身体 再配合上灵敏的速度以及可以撕裂的爪子 水兽型加布拉极具攻击性 4.拳拳果实 斑点狗形态 使用者为达尔梅西亚 达尔梅西亚是海军本部中将 也是原海军大将黑万责法的弟子 在顶上战争中 达尔梅西亚与其他中将一同镇守马林反多 之后与无数中将一起阻击陆飞 用T加指枪重创陆飞 之后在动画原创剧情中 达尔梅西亚被白胡子海贼团 其家海贼迪卡尔班兄弟挡过了去路 达尔梅西亚变身成为斑点狗之后 他会获得和加布拉一样强大的力量 另外达尔梅西亚可以很长时间维持住人兽形 顶上战争中 他最开始就已经变成成为人兽形态 直到战争结束 他都可以继续维持人兽形 可见其对于自身的恶魔果实能力 开发的相当不错 全权果实换兽种九尾狐形态 使用者为塔特林迭美 塔特林迭美被海军称之为最危险的女海贼 其原型来自于历史上著名的 西班牙女海盗团埃斯坦巴卡塔林 他之前曾被关在海底监狱当中 在黑胡子的协助下完成越狱后 他成为了黑胡子海贼团的六号船团长 他所持有的恶魔果实能力为换兽种 恶魔果实能力比前面几个要强大很多 除了能够换化成为其他人的模样之外 根据九尾狐的特征来推测的话 说不定他还拥有九条性命 六 全权果实画力形态 能力者是塔东 他是3DS游戏海贼王无尽世界而终的角色 游戏当中他的本体是一支笔 只要在叶子上写下东西名称或名字 就能变出任何东西和人 而且变出来的东西实力和能力都和本人差不多 由于能力太过于逆天 所以只能存在于游戏当中 七 全权果实换兽种大口真身形态 使用者为大和 大和是凯多的女儿 最喜欢的偶像是光月玉田 为了自己的偶像 大和不惜与自己的父亲反目成仇 在和之国篇章中 大和多次帮助逃之处 最终在鬼之岛的决战中 大和与自己的父亲见面 大和表示要斩断自己与凯多的锁链 并且还说自己要上鲁飞的船 为了自己的偶像 也为了自己的梦想 大和随即发动果实能力与凯多发生战斧 他所持有的果实能力为 全权果实换兽种大口真身形态 大口真身是日本民间将日本狼身刻画的神奇 这种日本狼目前已经灭绝 大和的实力本来就很强悍 之后再加上一颗幻兽种恶魔果实 他的实力则更上一层楼 目前还不清楚 大和所持有的这颗幻兽种 究竟有什么特殊能力 但是从凯多费尽千辛万普才得到这颗果实来看 这颗幻兽种肯定不简单 8.犬犬果实 奇娃娃形态 使用者为米诺吉娃娃 米诺吉娃娃是两年后 随敬城中心出现的狱毒兽 外表还好老实且十分可爱 让人看了就想忍不住摸两下 但是不要忘了 随敬城的狱毒兽都是很强的 陆飞等人当初和他们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被打倒几次 他们就可以站起来几次 他们基本上都已经觉醒了自己的恶魔果实能力 这致致米诺吉娃娃估计也不例外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这么多 我们下期再见